各位同学大家好 上面一个影片老师有录制 上面那个影片老师有录制到 方位累进可除数的数字的规则 那现在老师大概再重说一遍 这个问题其实它蛮有名的 那所谓的方位累进可除数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前一位数字就是一的倍数 前两位就是因为它是九位九个数字 一到九所排成的数 那所以呢一到 前两位就是二的倍数 前三位就是三的倍数 前四位就是四的倍数 依此类推 但是这个还不是 因为这个我们有分两类 一种叫做累进可除数 因为同学马上就有同学问说 那老师我数字可不可以重复使用 就是我一个数字用两次 那我有的数字不要用 问得非常好 真的非常棒 这就是同学有想法才会提出问题 所以这边有分两类 一个叫做累进可除数 累进可除数是数字可以重复 就是我比如说我三可以用两次 我二可以用两次 甚至于用更多次 于是就有人马上提出说 老师我全部用零 那同学可以想象一下 全部都是零 看起来好像都可以 因为零是任何数的倍数 零是除了零以外任何数的倍数 所以看起来零好像可以 对不对 感觉零好像可以 但是老师题目说 这是一个九位数 九位数算是表示 你第一个数字可不可以是零呢 就不行嘛 所以它不合乎标准 不合乎了 那这就是所谓的累进可除数 就是你数字可以重复使用 那我刚说同学就提出都是零 那是不合理的 因为第一位不可以是零 好 那如果数字不能重复 那就叫做范围累进可除数 如果数字不能重复 那它就叫做范围累进可除数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介绍部分 就是刚前面那一集 老师已经解释过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范围累进可除数呢 就是刚刚讲的 在网站上面都有 好来 那所以呢 同学 老师建议你 因为网路上面的可能没有 因为老师希望你写出逻辑推理的过程 所以呢 请你一定要写出你的策略 就是你的推理过程 那这个这是一个一道小学的奥林PR的题目 他说使用一到九 这样就是老师刚刚讲过的那个题目 这是香港青少年金英杯选拔赛 2008年的第九题 那同学如果有兴趣 可以Google一下 香港青少年金数学金英杯选拔赛 里面有很多很棒的题目 好 那那这个题目是 就有同学就会很怀疑说 那这个题目是不是 这个选拔赛的老师 他发现的 他因为数学不叫发明 数学叫本来原本就存在那边的 然后后来发现 那老师要说不是 因为这个题目呢 其实是在2001年的时候 就有人提出来了 而且并且算出答案来 所以呢 这个题目的年龄有 今年是2024嘛 所以这个题目的年龄有23 24岁 有23 24岁 好 那我们继续再看 然后我们又说 对这个问题呢 他们的称呼名字很多 那有人就称他叫内诊除数 那有人就称他叫 也有人称为 称他为非凡数字 那么更有人呢 就称他为抹十位数 那同学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叫抹十位数呢 来 抹十位数是因为他从 阿拉伯数字从零到九 那原下之一就是 这十个数字里面呢 第十个数字就要被十整除 十的倍数 那所以肯定那个你零我们一定要放在哪里 零肯定要放在最后面嘛 那这样的话有跟没有其实是不是差不多 所以呢我们就只有讨论九位 我们就不讨论十位 模十位 但是呢 Google 那个维基百科把它称为 累进可除数 还没有放位哦 叫累进可除数 那再过来呢 我们就说 他没有要求数字不可以重复使用 所以叫累进可除数 那如果有规定的话呢 这个问题是多了一个一重限制 那这样的数我们就称它叫做方位累进可除数了 就这样 那永远是这样的 那学长很可爱 他们马上就有想法 说老师那我就987654321 好可爱哦 因为他们说老师你不是很喜欢987654321 那我就用987654321 那我们不妨看一下哦 987654321 来 对不起 321 这样子 好 987654321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来 对第一位来讲 那当然不用看了 任何数都是 对不对 好 如果到98的话也没错 他是不是2的倍数 那如果到987呢 到987这里 那请问他是不是3的倍数 也是啊 因为98加 9加8加7更好24嘛 所以3的倍数 好来 然后再看那前四位呢 前四位会不会是4的倍数 同学讲过了 4的倍数判别是看后两位嘛 那我们看一下 76是不是4的倍数 4嘛 所以也合理哦 好棒哦 然后他5不用看 他本来就5的倍数 好 那再看6的倍数到这里 好 6的倍数 那我觉得很棒啊 因为他6的倍数 其实我们要看6的倍数嘛 不用啊 因为他这个已经各位 他的6位数的各位数字叫 等一下对不起 各位 最后一位的各位数叫6嘛 叫4嘛 那4本身是偶数啊 那我们知道6是2乘3呢 所以他已经是偶数说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3的倍数就好了 那既然要考虑3的倍数 我们要需要从头加到尾吗 好 当场就有同学说不用 对不对 因为前三位 前三位已经是3的倍数了嘛 所以我只要看到这三位 就是这个 就是3的倍数就好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6 5 4是不是3的倍数 很显然是哦 对不对 好 那 老师要先说一下 现在老师带着你们讨论的 学长的解答的讨论的方式 里面隐藏了很多的 可能你等一下解题的时候 会用到的技巧哦 好 那再来看7的倍数 那7的倍数我们先不看好了 7的倍数我们先不看 我们先看8的倍数 那8的倍数就到2这里嘛 那就是这8个数字要8的倍数 那我们知道8的倍数 同学学过 他只要看后几位 对 后三位 影像之一就是说 我们只要看4 3 2 那同学知道 4 3 2它是3的倍数嘛 而且 我讲错了 4 3 2是8的倍数 对不对 他可以被8整出嘛 好 那最后一个 这也不用看啦 因为这个 到这边为止 数字的合适 45嘛 是不是45的倍数 所以这个题目很显然 是会把7的倍数 拿来当作判别的关键 同学记得哦 7的倍数是会拿来当最后的判别关键 所以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刚刚讲说 7的倍数嘛 那我们就9 8 7 6 5 4 对不起 我发到了 到3 还有个3 对不起 还有个3 到这里 3 好 这样刚好7位数 那同学 每个班的那个 科学设的同学 跟那个资料班的老师 都有教过7的倍数判别 那甚至有的同学 国小就学过 那我们顺便复习一下 来 7的倍数判别是 从后面往前 每三位画一节 每三位画一节 然后最前面没有关系 它是一节 一个数字或两个数字 或三个数字都OK的 都OK的 好 那现在我们看 那就结论呢 就是把奇数结 对不起 一直看不到 来 奇数结相加 然后呢 偶数结相加 因为现在偶数结 只有一个一个而已嘛 所以我们把奇数结 相加 是不是543 我后面东西没有 我刚 讲这里没有 到543这里 所以我们把543 然后加上谁呢 是不是加9 543加9 然后等于多少呢 是552 对不对 然后再把大的数 减小的数 偶数结叫做876 那876 我拿来除以多少呢 552 减500 减哦 减哦 就大的数减小的数 好 减完以后 我们发现 它是324 那324 可以被7整除吗 很明显 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它不是7的倍数 那如果这个数 拿来被13整除 可以整除的话 那这整串数 就13的倍数 如果我们这样减完的数 如果这样减完的数 被11除 如果可以整除的话 那它也是11的倍数 所以很神奇的一件事 就是7跟13的倍数 7的倍数 13的倍数 跟11的倍数 判别法老师一样多 我们再找一个时间 再来录制 所以很明显这一题呢 987654 3到3为止 很明显 它不是7的倍数 不然这个数字超漂亮的 我也很好奇 学长怎么会去 猜这么漂亮的数字 那真的是非常棒 好 那我们先录制到这边 还有第三集 那同学可以想想看 我们的策略应该是什么 我们先录制到这边